那天我在立法會已經指著那幫民戰亂說 我說你想玩東西 我還沒吹 我吹鏡我一千個投訴 你的 我說 我都行 不做這些事 我天天在網台上叫人幫忙 兄弟手足 是吧 打倒他那個申訴部的伺服器 email 是吧 信電話 打到爆 行不行 我相信你不用做這些事 我們這些自發政就會支持的 不然他在背後才會動 我們不用你說 我已經寫信上去支持了 但是他為什麼不公開 所以我今天打電話來問一下 你問我兩容的 你打電話秘書處 其實有一次 你打電話立法會秘書處 我告訴你 第一次我和毓民在這個跡神道 走去這個和記大學那附近 走過沿途見到人都說 毓民你扔樓扔得好 有空幫我扔多兩隻 是 很多 已經押一一段小路而已 他說 你口講無憑 寫信上去 他都不肯公開他 現在什麼事 我現在抓著事實 我有寫信給你 難道你燒了那封信 是不是扔了那封信 我還想問問他是不是扔了那封信 好 多謝你 我們來聽一下蕭先生電話 蕭先生 你好 抑文嗎 是 和黑偶 是 我想說什麼 你讀好一點的牛字永遠有鼻音 你讀多一次是牛 美國 歐巴馬贏了美國總統大選為黑人 什麼 黑人什麼 受為黑人總統第一個 為美國帶來希望和改變 不過希望歐巴馬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還有 沒得我講 起碼要做一些事情 還有 我想問 幾時有得選的中國 我們中國 我們 我們 都不知道幾時有得選 大陸一黨專政民集權國家 幾時有得選 但是又不想美國 有首歌其中的歌詞 不知何年何月得上所願 其實 常常都說美國 我不是那麼喜歡美國和日本 美國和日本經常都說 想中國有民主 但是我不想外國勢力干預中國 雖然我也很生共產黨 但是不想美國和日本干預中國 美國想中國 想有民主 自由金座 最不想民主 就是美國那些大財和日本 日本人 不知為什麼 好 他們都求 多謝你電話 多謝你 我們聽另外一位聽做電話 金牛怪 他的名字叫金牛怪 金牛怪 我們很熟悉他的 在USA 是的 金牛怪 金牛怪 你好 你好 很熟悉你 我是梁錦祥 以前 支持 收過你的支持 是的 是的 為什麼你在大陸 先問你 毓民好 台長好 劉哥好 我有事先問你 我有事先問你 將你們的網站 就將那些精彩 毓民的精彩文章 都鋪上去 是 做成一個精彩網頁 這樣 我們分享一下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非常支持 毓民所做的 一言一行 因為他們所做的 不單止影響到香港 影響到中國 影響到全世界 所以我們非常支持他們 希望他們做得更好 為我們打氣 為我們爭氣 喂 你住在哪裡 你住在哪裡 怪哥 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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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去 我有很多老友 屋蘭 如果你過來紐約 馬哈頓 我們一定會捧你牆 好啊 多謝你 屋蘭 我去年也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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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年也有去屋蘭 屋蘭做了一場show 接著又去紐約 我也有去的 全部你說的地方 但是那時候我還沒過來 是啊 我正想問你 你以前在深圳 你以前不在美國 我曾經跟你握個手 很崇拜你的 多謝 你所做的事 也是我最崇拜的 你一言一行 所以我經常都在 楊亞洲電台 都堅釀你的言行 好 多謝 多謝你的電話 怪哥 金牛怪 現在是美國打來 是啊 以前 他不是美國 以前是在深圳 也是很熟 很熟 怎樣熟 他以前寫 很多時候寫電子郵件 支持我們 偶爾 因為我們以前 在MyRadio之前 我們也做過一些網台 他又捐錢去資助 這個是相當熱心的聽眾 這位 OK 如果多很多人 就很好的 很好的 其實互聯網 真是無縣佛界 天涯若美麟 海內傳知己 這個真是不容易 所以你就算在中國大陸 都好 我們這些言論 如果通過大器電波或者電視 它是收不到的 它是被人搞定你的 根本就聽不到 看不到 有時候 在珠江三角周收香港電視 忽然間見到動文 就從一息又沒有了 變成一隻狗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把廣告放下去 臨時 但是你互聯網就有這裏好 所以這個 都是很值得我們大家 感覺到因為 有很多這些朋友的鼓勵 社會都幫不少了 有很多這些朋友的鼓勵 所以奧巴馬他怎麼贏 是的 YouTube 他的 speech 全部在YouTube放出來 你看看那個點擊率 我們那些真是小無見大無 不過我們都算厲害的 如果論人口比例 說說真的 我們拿了一些十幾萬的 隨便 那些都一萬幾千的 現在立法會講話 有精彩的 訂招的那些 已經超過十萬的了 已經 還有現在幫我們的言論 上去YouTube 他不是一個版本 他有很多個版本 是多一面看 不是 就是有很多人 譬如你 阿甲 Post上去 阿月又 Post上去 你明白嗎 他不同 就是不同的版本 有不同的點擊 就是一樣 加上那個總數 很可怕的 所以如果論人口比例 我們是很厲害的 我現在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 連陳偉業 啊 長毛那些 現在的點擊率都很高 開始 譬如我們這段 大家看到這是一個互動 現在長毛 就經常在那裏 在那裏看自己的樣子 因為他有自戀狂的 你明白嗎 當時不是很激 YouTube的東西來看 現在經常 幾次進去他辦公室 又在那裏看YouTube 看自己了 自衛 你明白嗎 自我感覺良好的體 但是有好處 你刺激起他 在立法會的發言 水平高於上一屆 你留意一下 好像昨天 現在講的應該是昨天 有動議辯論其中 有各港全民退休保障 我們在那裏講老人家 就是老來無依 政府要承擔最大責任 我提到這個社會福利處 有一個網頁 講到拿縱援 就是這個所謂社會保障制度 他有一個論述 其中一段講到老人家 你會怎樣說呢 如果有些老人家 在他年輕的時候 沒有做了 沒有美與籌謀的話 臨老我們都會幫他 嘩 我就興了 那就是又是那套理論 你沒有美與籌謀 你現在臨老過不了勢 你該死了 誰叫你年輕的時候 你不存下的錢嗎 他完全不說 因為沒有一個全民退休保障 他完全不說 因為你那個社會 社會福利的政策缺陷 然後將那個責任 就放到老人家那裏 沒有美與籌謀 那我跟張建忠講 你趕快改了網頁這些字眼 不是呢 我就一定動你了 有空 結果後來他答復問題的時候 就跟我說 我現在要答這個黃毓民議員 關於你剛才提到 社會福利處的網頁裏面 這一段說老人家 拿頌換的那段陳述 我們已經叫人刪掉 真的嗎 今天那些報紙沒有寫 反而有張藍華早報寫 味頭鐵盈利指向微中上 同子來飲者多 同父來飲者少 是嗎 蟬錢水捐滴何曾見倒流 有些做了一個簡約本 其實遠問應該是這樣 其實形容第一 你少本經營做生意 很難賺錢 將本購賺的微利 另外一個就是說 喂 老爸養兒子 兒子養兒 漸錢水 不能倒流 正如這個父對戀所說 老人家臨腦怎麼搞呢 因為老爸養兒子 兒子養兒子 誰養他 於是你就要簽一張 叫做無力公養父母 小子養兒子 證明書叫小子養兒子 我這個極不仁道 昨天就說這些話 其實說到大同酒家很厲害 禮記禮運大同編 怎麼說呢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功 選言以能講信修目 故人不讀親其親 不讀子其子 使老有所忠 有所長 藏有所容 關寡 孤獨 廢質者皆有所養 這個就是福利國家了 這個就是大同世界 所以大同酒家的理念 尤其是孔子禮記禮運大同編